朋友们感谢关注订阅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件南旗的高冰飘花 这件南旗已经是有磨过口 很多磨过口的地方就是这种 发黑的地方都是磨过口的地方 整个原石都有蹭过 用砂条把皮壳打破掉 打破了以后整个原石都是不变种的状态 如果是一个原石再擦开这个砂壳露出这种黑黑的感觉 如果不是完全黑的那种磨碎 它就必定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翡翠原石 这就是因为它一个折射光的问题 然后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光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淫光度 这也是一件高冰种翡翠原石 南旗高冰 南旗这个场口里面的纯度大家看一下 随便插了一个小孔 这个小孔然后稍微有点光 它就从那个小孔里面露出这种非常强烈的高冰荧光 而且这个非常纯 南旗就好着好 在它这个纯净度极高 这是可以做光生淡面料 淡面料 在这不是说光是色能做淡面 带点琴 带点底色或者是白冰 只要它的总分到了冰种或者高冰以上 纯净度够高 它是可以做淡面的 来继续细的看一下它的那个总分 一定要非常细才能看得清楚它这个总分的老度 有很多朋友分不清楚它的总分到底是差距在哪里 其实非常非常细微的差距 一定要去用那个非常聚精费神强烈的去看到它的总分 这样子就能看得到高冰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是个极度高品质的高品质的蛋面料 而且整个原石是一个熟透的状态 看一下 是不是像那个灯泡一样的整个原石里面散出着 而且这个皮壳南旗的皮壳是非常紧非常老的 它还这些没有插入的地方是完全看不透的 但是你可以识别它的砂 这么细这么紧的砂 看这个砂了吗 你可以去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就是普通普通原石跟你玩过的原石这种砂 是不是有区别的 这就是高品质的砂克的区别 非常非常细你看看 这些地方没插破的地方 你看它只是有一点光 但是其实里面的品质极高 全身都是可以做淡面的 全身都是不变种的 任何这个地方都是纯净度极高 好嘞 感谢朋友们关注 喜欢翡翠原石的 记得点订阅 记住这个皮 如果没有插没有动过的石头 这种东西必长 下期见 下期见 是